今天芬姐找到蝦子麵 蝦子麵教大家如何煮得又好吃 又方便 油也不用放 我們拿一個蝦子麵 水管 芬姐很簡單 就放了蝦子麵 這是我老公經常煮給我吃的 有時候回來我不想吃飯 煮過麵來吃 每一次吃完我都覺得很好吃 不如我來教給你們 不用油的 就這樣放了 先讓它煮開 一定要撈開 記住放了下去 一定要撈開 讓它大滾 那些麵不用煮得太軟 太軟就不好吃了 看著它 蝦子麵 有大地魚 有鴨蛋 所以吃起麵很漂亮 我們撈出來了 趁熱的時候 放了蔥 我們這個只要放了一口水 隨便淋起來 這個就是我老公教我吃的吃法 放了蔥 然後放一點醬油 放一點蠔油 放一點點蠔油 這樣很好吃 幾滴香油 好 把蔥拌勻 這樣拌勻就很好吃 吃一個也可以 兩個也可以 第一就是很棒 就是這麼簡單 蠔油 豉油 蝦子露麵 記得做一箱蝦子麵 一箱裡面已經有三斤了 還有蝦 雞蛋 還有大地魚 所以吃起來就會吃到我們去 外面吃的十幾二十塊一碟 這樣做得很漂亮 這樣又健康 早餐又可以 正餐又可以